歡迎收看《樓市思見》 我是主持人Kayleigh 先看看最新一期CCL 補164.18點 按週升0.2% 連跌三週後回升 今天除了繼續有私生 也很高興邀請到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副主任施麗珊女士來跟我們一起談談 兩位你們好 大家好 看回最新一期CCL 可能是受到早前放寬按揭的影響 有所回升 但最近有宣布加息 各種因素影響下 會否說詩先生你怎樣看後市 那個回升其實幅度很少 只有0.2點 你只能夠說 香港的房地產市場 在出現調整的時候 並未出現擦水式的 即恐懼式的拋售 它都是落下又會增持一下 少少反彈 但也改變不了主方向向下調整 我們今屆的香港政府 其實都推出了很多項的房屋政策 去希望解決房屋供應的問題 興建過渡性房屋 是其中之一 社協營運的港島區過渡性房屋 項目 最近公開了申請 單位數目有103個 其實兩位認為過渡性房屋 對於舒緩房屋問題的成效有多大呢 而社協在營運時 有沒有遇到甚麼難題 一定會有些幫助 初初那時很少的 其實只有幾百 到現在其實到應該下年 起碼應該是二萬個單位 起碼 對於一些劏房屋民來說 是有幫助 因為他們由一個很惡劣的環境 搬去一個比較似仰一些 甚至有些是新建的屋 還有租金大部份都會低低一些 甚至低很多 而環境跟之前住的很不同 還有一些社工 管理 會有很多 只不過是有些可能是軟了少少 有些過渡性房屋 基本上居民住下去都說是開心的 是幫到他們的 問題是數量相對少 是 房戶都有十多萬 是 十多萬 起床只有二萬多 還有有些大部份是在新界區 因為損地的問題 所以是會難一點 第二就是 因為它是一些 角落生房屋是自然團體自負盈規的 即是它起 起的期間 起完之後 其實都不是一個容易的過程 還有 有些它不包的 即是有些電器 或者社區設施 當初它裏面都是不包的 可能搬遷 各樣東西都是自然團體業去做 之後的營運都是收完租之後 就在那裡去計算 我自己覺得 政府的政策 是不夠有突破性 基本上依賴福利性質的方式去解決 資源是不夠的 應該是利用市場力量 怎樣利用市場力量呢 你可以在政策上配合 譬如現在很多劏房 有些在工廠大廈進行 政府既然現在都不能夠一次過清理它 不可以寧容忍都讓它們存在 我認為既然現在商業樓宇 包括工廠大廈、寫字樓、商場 都有很多面積是空置的 即是如果政府是開放這些商用的物業 可以拿來做合法劏房 或者容忍它們做劏房 即是火警要求、消防要求、排污方面 標準高於現在的劏房 但容許商業營運 以前很多正當商人不敢做劏房 雖然現在政府容忍 但多多少少是非法 不知何時政府會收回 如果你是開放這些商用樓宇 可以做合法劏房的話 就會有很多商人都願意經營 因為現在劏房收的租金 是正常普通樓宇的租金的一倍 所以那裏的利潤是很高的 如果多了很多正當商人都願意提供劏房 我不是解決劏房 我是可以有些相對安全性高一些 環境好一些的劏房出現 你短期內就可以淘汰那些相對景差的劏房 比公廈的窗議很久 公廈就說要成棟 那就有時間了 成棟後有業主願意租得長 又有裝修費便宜 所以他自己建了很多門檻 如果單層都可以 而且有些公廈未必各業主同意 但當時沒有工業危險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可能政府要再深入看 這樣就會快一點 現在某種程度是杯水車身 現在就叫做一萬多個單位 但也是少 接著要再多等一兩年才有簡約公屋 又是一段時間 簡約公屋其實不簡約 成本又高 我自己覺得用市場機制 你就可以短時間去解決 解決這些同時才慢慢建多些公屋去取代 我們看回2021年的人口統計 住在劏房的人口劏房戶 其實有大概10.7萬 而當中有超過六成是在九龍的 住戶人數入面 獨居人士佔四成 比五年前大升了55% 但現在開放申請的過渡性房屋 九成都是新界 尤其是在元朗區為多 單位類型方面 比獨居人士的單位數目 是非常之少 兩位你們會否覺得 這個情況是一種資源錯配 是的 我想他沒有辦法 他可以找一些棄置的地 還有一些寫房屋 或者有些 不如他房協 巴士 他也有拿一些樓出來 但他有些樓就未必 個個都在市區 所以都會有一些問題 所以開頭他去新界區的時候 很多新界的寫房屋 一開始招募很難 一個是有些居民真的會猶豫 因為你要他搬由九龍 搬過去新界 他會想很多東西 給小孩子轉學校 他的份工 他有沒有車 車費有多少 他要想很多東西 這些都會有一個阻能 另一個就是 其實他有一個八二比的要求 八成的要比三年以上的公屋人士 另一個就是兩成未夠 這個亦會令到有時 可能有時收回很多 未夠三年的輪候 但他又獲得兩成的位 這個亦會有一個問題 另一個就是 之前因為試過有吃一座屋 住了兩年 叫人搬 整個月差 很多居民很害怕 我搬下去兩年 動思動眾 那等一下又要搬走 所以很多居民有這樣的猶疑 所以我們都建議政府 其實寫房子 尤其是國路性房子 起得這麼貴 其實應該多住幾期 如果真的未上樓 就比他們可以住到上樓 大家就會安心很多 因為其實他們都是 想找一個安定一些 以及成本比較低一些 先要搞清楚 為何這些劏房 集中在九龍 新格又少一些 香港區有很多豪宅 就是半山 豪宅的大廈管理是嚴密一些 不是隨便讓你搞劏房 有可能是西區、銅鑼灣、沙烏基灣、柴灣 那些基層住的樓轉劏房 比較多一些 而新界就不用住到劏房 因為劏房不便宜 你如果在市區租一個劏房 有些五、六千都要 即是地點好些 你在新界可能三、四千 住到近房間 便是他便不用整劏房 九龍又近市區 又多平民居住的地區 所以劏房相對集中 至於政府為何 那些過渡性房屋 在新界呢 新界才有新的土地 所以你說是資源錯配 他不是不知道 未必過鞋洗 但是是環境所迫 如果你說要在九龍、香港找地 蓋過度整房屋 便會拖延的時間 這種情況我相信 短期內都沒有辦法解決 就算未來的公屋供應 都很多在新界區 所以很多舉民不想搬 但都沒有辦法 都必要選新界 而且有些新界會派快一點 他們最後都會轉到新界 希望未來交通做得越來越好 車費再便宜一點 居民就會容易一點 其實他們不是想死守的地方 最主要是便宜 而找工作 花學容易 他們就可以了 尤其是賺食對他們來說很重要 因為很多人不想靠政府 屋沒辦法要靠 但他們很想自己有份工作賺食 其實我覺得解決這個方法 政府可以增加市區的地積比率 即是建公屋的時候 地積比率高一點 對於普通人來說 住在一個容易上班、交通方面 因為不止交通費的問題 你遠休息時間照顧弟弟的時間都少了 所以我認為市區應該建更多基層 例如香港九龍塘、一村、加多利山 全部是市中生的 那些只有0.6倍 有些都是一點多倍 細密度去到這麼多 你建8倍 建多些基層住屋 就叫有錢人搬遠一點 去郊外他們有車 空氣清新一點 環境好一點 這樣就好過在市中心 那些是市中生的 是 市中生說得對 因為很多基層 他們上班的工作不是朝九萬五 很多時他們老闆要他們輪班 或者是上班很早很遠的時間 有時車都不太接駁到 如果有錢就喜歡坐的士 但沒有錢的時候 他真的要趕車 看看車是否能夠出現 這也是重要的 我們經常都說 知識改變命運 但是近年香港的貧窮問題 好像已經成為一個結構性的問題 窮人好像再努力 都很難去改善生活 更加會形成了一個誇代貧窮 其實兩位認為 政府或商家應該怎樣去介入 去打破這個困局 我們其實都有很多年青人 他們很努力 或者是家庭 但我們發覺其實都不容易 他一畢業就背到乘生債 學費有些可能 有些如果他讀得厲害 那些就不用貼 但他的生活費自己要搞定 有些甚至要養家 如果家是拿中緩的 他畢業成家都是他 然後他就要還那筆生活費 所以對他來說是吃力的 如果你說脫貧 甚至脫離公屋 即他上了公屋再脫離 我就發覺難 他們很多都是畢業 即是要住在公屋 如果家庭說真的在環境好些 可以幫忙 例如他可以做多些事 就比較不容易 就算大學畢業 我們都發覺可能要十幾十年 他才叫做好小小舒緩 這樣 但唯一的就是 他們畢業 如果是有些就真的幫到家庭 不用拿中緩 但可能變成在職的貧窮 低收入 都是有一段時間 所以我們覺得 其實看來是因為他們 從小在成長的環境 第一是住的拖房 第二是學習上的支援也不多 另外人脈也不多 上班可以做的出路也不多 甚至他們想進修多一點也難 因為想讀碩士是十幾十萬 等於有條債 他們什麼都要想 他們再進修一個學技能 各樣東西都不容易 我自己覺得你剛才的提法 是有些偏見的 不可以一早就說 無法改變 跨代貧窮 努力都沒有用 如果已經是這樣 這樣就會令到年輕一代 不肯去努力 你都說 好像社會供應以後 都沒有辦法扭轉命運 實際上 我們現在的社會 要扭轉命運 應該比以前好 起碼我們現在有免費教育 有機會讀到中學 譬如我們出來的時候 我畢業的時候 都沒有免費教育 不是每個家裡有機會 公仔女讀書 很多小孩 十二、三歲就去工廠做事 現在起碼有機會讀完中學 如果你是有一定的成績 讀書能力的 你可以有獎學金、有助學金、有貸款 是機會比以前更多 而且現在很少赤頻到兩餐都不計 基本上香港都有一個安全網 所以如果很努力的話 是存在著機會的 譬如我自己做地產代理 我們都很多同事 每年都有一部份做得好的 扭轉了自己的命運 爭取到經濟獨立、自由 都存在著這些機會 如果你說已經否定了 每個人不努力 現在有些大學生都未畢業 已經說去輪候公屋 我覺得在社會資源 不是很足夠的時候 讀完大學的應該是爭取 靠自己的能力 不要跟那些社會的基層 或者一些不幸的人去爭取資源 我想貧窮的問題 在香港來說有幾個不同的 有些人當然是普通的貧窮 至於說兩餐 有些特殊的情況都有 有些比貧窮多的 有些是家庭的問題 亦有些是中港兩地的婚姻產生的問題 所以有些小朋友 雜病、單親 那些就會比較難 他們真的有些 就算有些全中緣 但他們家裡的病 但政府可能就算政府也醫不到 但他需要一些牙外支出的時候 那其實他就會不夠 那是那個會吃力 還有其實他去到另一個問題 就是他大磚 升上大磚 他就沒有了一份中餸 他又要自己去找食 但是現在的問題 如果你說整體的環境 這個肯定是好過以前的 以前可能是八成人困難 現在可能是兩成人 但是你面對一個八成人主導的社會 其實因為很多人都說 其實教育要求高很多 比我們全人教育 但是我們的資助是不夠的 所以很多家庭就跟得很吃力 就是他們學不到 變成有錢就越來越多 然後他拿個分數多些 然後他入大學的機會多些 我們比較認識的就是 也有個研究就是 90年代的入大學率 和2011年的入大學率比較 以前90年代 窮人、有錢人入大學率 幾乎差不多 但是到了2011年 窮人是少了 有錢人是四倍 多於窮人 所以見到那個貧富懸殊的差距 其實就是 你有錢真的容易進大學 你有多些機會 多些學習 譬如補習 現在也是 全世界很多人都要補習 當你有錢 不可以幫你補習 我覺得幫人補習得益 比補習得益好 我們小時候是幫人補習 其實我們窮人之中 子弟也有不同的質素 有些天生很厲害的讀書 也有些真的一般的 如果沒有補習 就搞不定 所以都不同的情況 應該說 發達地區 尤其是金融業比較發達的地方 貧富懸殊 就嚴重一些 但是以全世界來說 其實這十多二十年 在全球化、現代化、工業化的基礎上 其實整個世界來說 貧窮問題是減輕了 尤其譬如中國這些大國 以前很多窮人 現在是整批整批脫貧 即使不說中國 我去東南一些國家 好像印尼、印度 這些都是因為開始工業化之後 他們的人均生產力是上升 整體的人均壽命、嬰兒腰節率 都是有所改善的 即是在全球層面 貧窮問題是舒緩了 是 好像中國都下了很多力 很多資源下去的部分 所以這幾年都很大的進步 香港政府就這幾年 你都見到它有些資源下去 只不過我們覺得 以香港政府的資源來說 其實小朋友的資源可以再避免 因為他們始終還是學習的不平均 其實教育是很重要的 對那些小朋友 但是可能他們在全人教育之下 那個學習機會都不是很均等 另一個就是 如果家裡有問題的時候 政府怎樣去輔助這些小朋友 因為始終小朋友是無辜的 我們覺得其實政府可以做多些 我們都希望在政府的扶貧政策裏面 有多些小朋友的 無論是學習或者他們的成長 所以他們現在都有一些初步的規模 比如說遲些想搞學校托管 功課輔導 另外現在搞那些共創明天的有私計劃 其實這也是牽涉到政府和商界去參與 社會人士去參與 另一個當然就是小朋友 家長自己本身 因為我們都接觸 有時候他們會自卑 或者他們都會覺得 我們都是很難的 也有些人會有很多的情緒問題 所以這些都是我們都要給多些正能量 他們讓他們表現 其實越多人幫 其實他們會看到希望 即他們會覺得 其實我都可以 還有很多人關心 所以我們看到的就是 多人幫忙的時候 其實他們會有很多的成長 改變 有希望 甚至我們有些資助給小朋友學樂器 他們補習 都看到他們有很大的進步 香港我覺得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大家一窩蜂去讀文化中學 去想讀本科生的大學 其實不是每個人都是這種材料 有些可以去學一門手技 教人打網球、教人游泳 其實社會上很多工作 你做機械修理 甚至做電工 其實如果你將自己畢業之後 可以走的路 即是闊一些 就不用去讀大學 還要讀明大學 讀本科生 你一定會遇到一些挫折感 但是人可以選擇不同的道路 當然香港如果現在沒有 沒有製造業 沒有什麼新科技行業 可能只是個個想做投行 當然是挫折很大 今集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我們多謝兩位的分享 我們下次劉士思見再見